我们是ENS专属你的美鞋顾问 每个月15、30号会上新影片哦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板娘 我是板妹 我们现在已经在金湖机场 準備回台湾了 趁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次韩国的精华 因为我们是一天当三天用 我们几乎整个首尔 想到的地方我们都去过 所以我们会认真推荐 必吃跟必去的店 我们这次来回都是从金埔跟松山 然后我们是第一次这样做 之前我们都是仁川跟桃园 他们机场很大是没错 但是他们人也爆炸多 然后每一次要脱运行李 都会耗费很多时间 跟你在入关的时候都会等非常久 但是我们现在从金埔跟松山 我们前面轻松很多 没什么人 退一睡时间也很短 对对对如果你是要买东西的话 直接从这个路线退税会最方便 我们退税大概只有等五分钟 但是如果你从仁川的话 会排到天边去 我先讲一个 我觉得一定要去 他的确是要排队排很久 而且他不让我们事先预约 他是金猪食堂 BTS很爱吃的韩国五花肉 他全部的肉只有猪 然后也没有一些杂七杂八 比如说鸡腿肉啊都没有 他全部就是卖猪肉 但他会给你非常多种的酱料 跟配的东西 我很推荐去的原因是因为 我是不吃牛肉的人 但是我就是吃猪肉的老手 对猪肉好不好吃 跟有没有一个猪腥味 我明明就是不是没吃过猪肉的人 但我吃下去 我会怀疑说 欸我是什么 这家店有卖牛肉吗 就是他好juicy跟很软 也没有猪味 然后你就咬下去的时候 会想说 这是猪肉吗 就是高级到这种等级 然后他是连续五年都得了米其林 因为我们一度 听到我们大概要等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就想说真的要吃吗 吃别人应该可以 但他门口就是你看到 连续五年 他的米其林都有得到 你知道某一年得到 我觉得就已经很强 但他是连续五年 然后他里面位置很少 你们就是一定要耐心等 我很推荐这一家 跟他有旁边直接都帮你代烤服务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对对对 就是他的肉非常的高级跟好吃 所以他可能是很害怕 我们这些乱烤一桶 民众会把他的肉搞砸了 所以他都是有专人在你的桌边 帮你烤好 然后跟你说这个可以吃咯 然后我们就跟朋友聊天 都不用一直去雇那个肉 我觉得很推荐 我自己的比较传统 比较是韩食那种传统道地 然后我喜欢 陈日华一只鸡 陈日华一只鸡 它很经典嘛 大家应该就是有来过韩国 都已经吃过 然后这是我第二次吃 然后这个次我们四个人 点了两只鸡 我觉得蛮饱的 有点太多 然后我很推荐土豆 它融入进那个汤汁 整个非常的美味 然后它还有年糕跟面条 建议如果你是四人组合的话 你可以这些主食都各点一份 鸡的话就一到两只 看你的需求 有的店是去过一次 你很想说 哦那下次不用再吃 但陈日华是 每一次来 一定要去的那种 虽然他们口很多人 可是你不要被吓到 因为他们的翻桌率超快 15到20分钟就可以吃 外面真的超多人 他一直很想放弃 大概三四十个人 然后我就说 诶 那隔壁有一只鸡 我们不能去吃那个吗 他就死大了 然后再来 我还有一个推荐的是 面疙瘩 面疙瘩是他们韩国很传统的一个食物 但是那一家面疙瘩也是有得过米其林餐厅 所以我们有去吃 它是面疙瘩汤 然后它的另外一个必点的就是 是辣炒小章鱼 这两个你点了 你吃下去 你真的是会觉得米其林真的是 辣炒章鱼 真的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吃到这样子的Q弹口感 跟调味又非常的够味 然后如果你再点一个烧酒 或者玛格丽 真的是完美 我还有一家要分享 那个马铃薯猪骨汤 很像我们台湾 要炖排骨 可是它味道是有点小辣 它的基底是小辣 然后但是它配的那个酱汁 其实是有点微酸 所以它综合起来就很OK 然后我推荐那一家 一定要再多点面疙瘩 直接手撕 然后直接丢到你汤里的那一种 陈日华一只鸡 它比较是清淡型的 那如果你是比较想要重神口味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马铃薯猪骨汤 对你会很爱 然后它是排胜员 算是韩国厨神之类的等级 然后它有证证过那一家的食物 再来分享的是景点 Dior咖啡厅 像他们在韩国就会有那种快闪的旗舰店 然后它会速射一个咖啡厅 这个是在台湾你体验不到 然后它里面的装潢 跟那些它使用的餐具 我觉得非常值得 你是热爱美感美学的人 一定要去体验 你们可能会觉得名牌高不可盘 或者它价位不是很亲民 但它的咖啡厅 它的单价没有到那么的恐怖 蛋糕跟饮料 这样加起来 像我们四个人大概花台币2400 所以一个人就是六七百块的台币 然后它规定比较严格 它一来就非常严肃的跟你讲说 我们不能录影 任何影片或IG的限动都不行 对 限动都不行 然后只能单纯的拍照 还有规定说 如果你看到现在有人在拍了 你就不能去 你一定就是一次它整个场景 你已经只能一组两个人在那边拍 然后它还有一个它是要事先预约 但是非常推荐去体验一次 建议可以在傍晚的时候 因为那个景搭信仰拍照很漂亮 然后我要推荐的是一家袜子店 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是 它有很多服务的细节 比如说我们一进门的时候 它就会先看你是哪一国的旅客 然后它就会给你一个对应的点 中文 日文 韩文都有 然后我们再进去跳的时候 它除了袜子本身可爱以外 重点是它的服务氛围 它每一个袜子都有配一个很可爱的盒子 然后还可以自己选一个很可爱的贴纸 除此之外在等候没有要逛的人 你可以坐在他们的椅子上休息 它其实一进来的时候 就已经把我们先带位到一个我们的区域 放了饮料在我们桌上 然后这种时刻呢 你就会觉得你可能原本没有要买 但是你已经被这样招待了 你就会想说 好吧不然那样看看 然后你认真逛了之后 然后跟它很亲切的服务 跟它的设计感真的非常好 跟很多细节 它甚至在最后我们要快要走的时候 给我们矿泉水说 这个你们在路上的时候可以喝 然后它还给我们吃草莓 就是你会有一种名牌精品专柜的 VIP的那种等级的感受 但是它就是一个潮流的袜子店 它在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然后坐电梯上去 然后专门 你知道这个定前网 然后这一间它的价位 500多块 然后我们有买一些小礼物 如果你们有就是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的话 参加抽奖方式 就有机会得到哦 我们要带回来给你们看 然后还有一个夜晚推荐 但是我昨天就是他们已经很累 然后我说这个一定要去 你们去那边就会活过来 就是因为我有看女神降临的韩剧 然后它里面有一幕是两个男主角 在一个地方打架 然后那个是一栋大楼 然后怎么都是透明玻璃 然后里面的人就在那边热舞唱歌 我就很好奇 我就上网查 只有韩国这种叫做练歌坊 然后它的名字叫秀练歌坊 它在各个的景点都会有 但很特别的是 它每一个地区的装潢跟风格都不一样 像我们去的是楼中楼 我可以坐在二楼 然后我朋友在一楼 然后大家一起这样派对 他们的比较特别的是 他们不可以饮食跟不可以饮酒 因为它是练歌坊 它不是KTV哦 很认真的练歌坊 他们会有别的KTV 但价钱收费就会比较高 但练歌坊相对就会比较实惠 就如果你来韩国观光 我很推荐你一定要尝试 一个小时 收费是按照时段的部分 就我们晚上最贵嘛 那我们昨天大概四个人 花两万八的韩币 六七百块这样 我们已经被警告要去登机 那就是希望你们 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 每个月的15、30号 都会上新影片哦 然后记得参加抽奖哦 欢迎follow我们的韩国行程 那拜拜咯 拜拜 拜拜